有同學反應說,我覺得換成蛇腹很好 有人覺得說換成蛇腹不好 但是蛇腹呢,他也是一個蠻偉大的 然後非常有能力的一個星座 他其實呢,就是從小啊,母親就過世了 所以呢,太陽神就把他托付給人馬座去撫養 這個人馬座呢,其實他醫術非常的好 所以呢,在他的調教下呢 這個阿斯克拉比亞呢,他醫術也很強 甚至呢,清出於藍 所以他的醫術是高明到啊 可以把死人都醫成活的 感覺非常的厲害,有沒有 所以他的醫術非常好了之後呢 就,他因為有這個技能呢 被一個人所不爽被嫉妒了 欸,有沒有人知道是誰? 管死人的那個,就是冥王 冥王是管死人的嗎? 你把死人醫成活的,那他管什麼? 你都把死人都醫活了 那我底下不是沒有人的嗎? 那我還當什麼王呢? 所以冥王就非常的生氣 那冥王呢,他是那個天神宙斯的弟弟 所以他就跑去找宙斯告狀 他就說,欸這樣子這個人不行啊 所以呢,宙斯就想說 好吧,這真的有點過分嘛 你清到別人的那個領地了 所以呢,那個宙斯就派了雷神去把那個阿斯克拉比亞 批死了,所以呢 他就這樣,就死了 然後,宙斯就覺得 哎呀,這個好歹也是個人才嘛 把他批死了,那好不好 就 buy好,爲了紀念他 就把他畫成一個星座 帶到天上去 就有了蛇夫座 那蛇夫座呢 欸,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跟歐洲的黑死病有一點關係的 大約在1314世紀的時候啊 歐洲那個黑死病非常的 就非常的可怕 死了大概有兩千八百萬人左右吧 比台灣的那個現有的人口總數還要多耶 但是死了非常多的人 那那個時候呢在歐洲掌權的不是國王不是皇帝 是那個羅馬教皇嘛教廷的 那甚至是連羅馬教皇身邊的大臣啊 有幾個的都因為黑死病死掉 所以呢就變成說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那變成說那個教皇他要傳教也好啊 或者是希望人民幸福他都好啊 因為這個黑死病的關係呢 大家的信任度啊都開始有一點鬆散了嘛 啊你自己的人都保不住你 我為什麼還要相信你啊 還要就是供奉你東西之類的 所以呢變成說他的那個權利啊就岌岌可危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想說 欸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去醫好這個黑死病嗎 他死了那麼多人啊 連教皇身邊的人都死了 會不會哪一天教皇自己也有事情呢 就非常的怕 然後大家身邊就有個大臣 有一天呢就睡覺嘛 想說反正問題也想不到啊就趕快洗睡了 看明天早上起來再來解決嘛 結果就是他睡著的時候呢 他做了一個夢 那夢裡面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他夢到突然有很多蛇朝著他跑過來 好像有點恐嚇 那有很多蛇朝他過來 然後呢那些蛇那一群蛇的後面呢 跟著一個住著拐杖的老人 一個住著拐杖的老人 那老人呢就看著他就說 欸你們那個 你現在跟著我走啊 我帶你去找治這個病的草藥 那你醒來之後呢 你記得要去一樣找那個草藥 你們就可以把黑死病治好 所以呢那個老人就走著走著走 啊那個大臣就跟在後面 他們就走著走著走著 走到一個懸崖的邊上 就找到了一個藥草 那那個老人呢就把那藥草給大臣說 你要認好啊 你醒來之後就去餅糕教皇 啊把這個東西找出來 餵給大家吃 這病呢就可以治好 啊很好很巧的是呢 還好就是醒來了之後 那大臣還記得非常清楚這個夢 所以呢他就去餅糕教皇說 欸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啊 真的夢到這個東西 但是你說夢可不可信嘛 但是那個那個時候 那麼多人死了 啊也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嘛 所以呢教皇就說 好吧那我們派人去找 找來之後呢 他們就先找一批人來試藥 熬了之後給他喝 欸真的有效欸 欸真的有比較好 那他們就開始宣揚說 我們大家就怎麼去找這個草藥 然後之後要怎麼治這些人 啊所以呢黑死病呢 就成功被抑制住了 因為有這樣的傳說呢 所以呢就也知道說 那個夢裡面那個人啊 指引他那個人呢 其實就是蛇腹座 就是下 所謂以中國的角度來講 就是下凡來指示他說 欸你可以這樣子去做 我們來拯救那個 歐洲的黑死病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典故嘛 我們剛剛有說那個 蛇腹座的形象就是 一個人啊 戴著一個拐杖 然後身邊有很多蛇跟著嘛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 團體的那個Logo上面啊 標示上就是一個 管杖 然後有一條蛇盤在上面嘛 欸有沒有人知道這個Logo 是哪個單位的 這樣的Logo可以在什麼樣的類型的 大家會這樣看到 醫療單位 對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世界衛生組織 那個Logo啊 長什麼樣子 像醫療人員 他們那個 有一些外國醫療人員 他們的那個 手臂的 衣服的手臂的那個位置上 也有類似的Logo 那這個呢 有一個 其中一個說法 為什麼要訂這樣的Logo呢 一個說法就是說 用蛇腹座的那個形象去做 另一個說法呢 就是 感覺說 欸因為蛇他每年都會脫皮嘛 會脫皮嘛 感覺就是一個重生修復的一個概念 然後呢 中間那一個 拳杖 拐杖 就有點像是我們人的 代表我們人的脊椎骨 一個我們人的中脈命脈的所在 所以呢 他就感覺說 這個跟醫療可以帶有掛鉤 所以就這樣子設計了一個 這樣的Logo來代替醫療的團隊 這是我們這邊的來源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個 欸又跟其他兩個不太一樣 這個是一個 拳杖 然後拳杖上面還有兩個 還有一對翅膀 然後呢 彈著的時候 那顏色不對 那這一個呢 叫雙舌杖 像這個我們叫單舌杖 這個是雙舌杖 雙舌杖跟這個其實不一樣 這一個呢 是代表醫療的那個 標示 而這一個呢 其實是傷神之杖 好 他們兩個所代表的意義呢 是不太一樣的 好 先講到這邊 我們來複習吧 好 我們先從夏天開始好了 夏天 剛剛才講完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齁 來大家就是 等等 呃我會畫那個區域 然後你們 會的就 舉手回答齁 啊我點到你之後再講 不然 太多人舉手 然後你講了都很難選擇 是哪一個人齁 來 這個請坐 來 你先 欸 天晴座 好 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一個請坐 這個 來你說 不是喔 不是摩羯喔 來 欸 你先說好了 對 你啊 欸 不是不是 下面這個 好 你先坐 南面座 欸 南面座這個喔 這個裡面這個喔 人馬座是大個的這個一整個 齁 好 下一個 好我看一下 下一個 下一個星座是 這一個 欸 你說 蛤 不是天晴座喔 這個 欸 你說 欸 五仙座 來我們看一下喔 有沒有 五仙的那個 頭在這裡 肩膀 腰 裙板 他的前腳 後腳 還有他的手 有沒有 有一隻手伸出來 要像之女求婚 好 下一個 來我看一下 來簡單的 這個 來 你說 不是不是 這個 來 你說 欸 天蠍座 好 再看一下齁 來 這一個 欸 呃 白色衣服 這個 聽不到 天音座 好 來下一個 好我再看一下齁 這一個 還有嗎 還有同學嗎 沒有 那你先講 小馬 不是小馬 那你講 欸 這個 五個 有點像手槍形狀的 也有像魚的 這個是海豚喔 好 來 這一個 這個小星座 來 你說 欸 天劍座喔 非常的形象有沒有 兩個 像劍羽 然後這個是劍尖喔 來 簡單一點的 這個 來 你說 欸 天耳座喔 好 那個沒搶到沒有關係我們還有春天的 齁 來我看一下 嗯 這一個 這一個 來 你說 欸 小馬座 好 然後 然後 來 這一個 欸 喔 沒有 欸欸 來我剛剛換來喔 這裡 這裡喔 這裡喔 欸 你說 不是人馬 欸 你說 欸 對對對 這邊 那個天鷹座 跟人馬座之間的那一個啊 大概是在那個 這個是天鷹的頭喔 天鷹的頭旁邊這邊有一個 噢 盾牌座 好 來 還有一個 就順便考完吧 這裡 這裡這一塊 欸 後面那個男生好了啦 啊 聽得到 努力座齁 沒關係 你那個加分很多了 我們留機會給別的同學好不好 齁 好 那夏季的 來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這個 這個 欸 你說好了 你說 人馬座齁 有答過的我們 給機會其他同學齁 沒關係 我們還有春季的 立刻來 來 夏季的都講過了齁 然後我們現在看 那個春季囉 齁 我拉個適合的位子 來來讓大家熟悉一下 喔先記一下春季的那個複習一下齁 我們來挑戰看看 好準備好了嗎 開始囉 這一個 這個 欸你說 欸北緬座 好來 這一個 這個在北緬旁邊的這個 木夫座 欸答對了 來木夫的這顆星叫什麼名字 那你說 欸大腳沒錯 好接下來 欸 欸 這一個 欸你說 欸大熊 好來 這一個 這個 這個啊你說 欸獅子座 好 接下來這一個 這個 來你說 烏鴉 欸對了對了烏鴉座 好 好來看 這個 這個 這裡喔這裡喔 欸 大聲一點 巨蟹嗎 你說的 你說的是巨蟹嗎 不是 不是巨蟹 小獅座 欸小獅座 欸小獅座 好來 這個 這個這個 欸 聽不到 六分儀 六分儀 不是六分儀 你先說 獵犬座 六分儀座 不在這裡喔 六分儀座 在長蛇座的上面 它雖然也是兩個點 但是 位置不一樣 這個是 構成夏季 呃 對不起 春季大鑽石的那個星座 是獵犬 然後這一顆 跟這裡 跟這裡跟這裡 這四個 好 那在大鑽石中間這邊 糊糊的這一塊 是哪個星座呢 那你說 嘿 後把座 不錯不錯 大家複習的都蠻認真的齁 這一個 來 你說 拒絕 欸答對了答對了 好 然後 來 這一個 聽不到 你要不要過來一點 我真的聽不到 長蛇不是 是 你說好了 蛤 欸對對對 巨蟹座齁 它在這個是 那個獅子座嘛 這個是那個 雙子座的頭啦 我拉過來給大家看 雙子座 中間就是 巨蟹座喔 來 接下來 這一個 很大個的星座 喔 這個 你說 欸是女座 來 是女座的這一顆星叫什麼名字 欸 腳袖衣 好 來 柿子座的這一顆叫什麼名字 欸 答對了 那這一顆呢 你說 武帝座衣 嘿 來 接下來 這一個 好 你說 欸 長蛇座 我看一下我還有哪個沒有講到的 喔 好啊 好啊 長蛇的上面還有一個 那邊 來你說 欸 六分椅在長蛇上面在這邊喔 啊 這個是長蛇的頭喔 這邊 然後一直連連連連連連到下面來 好 好 大致上 好像都講完了對不對 我們 再來一次好不好 我們 春季就不再講喔 我們再複習夏季一次 然後我們換個方向好不好 大家熟悉一下 認一下 那個 形狀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 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開始囉 這一個 先從簡單的開始 這一個 來你說 天蠍座 天蠍座 有沒有 這個 星秀二非常明顯 然後 這一個 這位同學 天蠍座 欸 對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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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你說 欸 海豚座 沒有錯 這裡 海豚座 這裡 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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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那位同學好了 那 就你 不是摩羯 那你說 難免坐 這裡 難免坐 好 好 來 接下來 這一個 這個 那 你說 這個 天蠍的前面 這提示給的很明顯 你說 不是蛇夫 來 這位男同學 這位男同學 你說一下 巨蟹 不是 不是 巨蟹怎麼會在天蠍的前面呢 來 欸 對 天瓶座 天瓶座在這裡 這個在這裡 來我們來 瞄一下 星圖 有沒有看到 這邊 剛剛有四顆星點起來 有沒有 這邊是天瓶座 好